我们现在讲桌面录影嘛 所以你要OBS这一个 请你下载之后就把它先给安装起来 请各位先装OBS 那就是快点两下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直到结束 安装没有什么技巧 就大概这样子 请各位把它装起来 那装起来之后请你就把它打开 它的捷径会长这个样子 那请各位就把它直接点开 那这边就请各位跟着我操作了 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三大部分 现在网络终于比较顺畅一点 那个MIT也都恢复正常 对这个黄色圆圈这一个是另外安装的 这个是这个叫做Pointer Focus 这个我们找了很久 跟台中江招汉老师找了非常的久 它是一个付费的软体 不付费会一直出现注册讯息 那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把这个画面把它挪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萤幕去就好了 那就没有差了 反正你看不到 我都教那个省钱的小见招 好那这个OBS它的两大功能 一个就是做录影转播 一个是录影一个是转播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的 要录的那个画面 要录的画面 我先把它转到另外一个画面 好 所以 这边 这个是你的画面显示的状况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工作室模式 把它切成两个 那切成两个通常是在做直播的时候才会用 好他们直播的时候呢 这个叫准备画面 这个叫做真正输出的画面 所以你可以在准备画面这边做一些 其他的调整 好比如说我要再抓一个网路摄影机过来 我再叠一个字 叠一个什么娘家滴基金 然后我要再另外抓一个哪里的影片 放进来放在哪一个角落 然后要加一个什么动画 他在这边整理好 整理好画面之后 再用这个转场特效切换过去 那这个是实际正在输出的影片 好 那这个是在那个工作室模式 也就是说你在要做直播的时候 直播的时候才会需要这样的处理 好 那我们如果是一般的桌面录影 其实就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不用开工作室 工作室模式 你就开一般模式 好 那所以这里面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第一次进来 我先把区块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上面这个是你的 就是现在的画面 你要录的那个桌面的画面 那左边这边 左下角这个地方是你的影像 你的影像的来源 影像的来源 所以如果你是要录桌面 你在这里就要把那个你要录的桌面 给设定好 桌面给设定好 桌面给设定好 看你要录哪一个桌面这样子 好 那 那这个地方是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的输入跟输出的部分 那所以你要抓哪里的声音来录影 你这里要去设定好 这里要去设定好 那其他的地方 这个是用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才用 直播的时候才用 所以其他地方你就不用管 那唯一还要看的地方就是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的地方是我们第一次 通常只有第一次要做要稍微看一下 那我就带各位看一下 请各位点一下设定进来 那点一下设定进来之后 这是一般串流 串流是只有在你要做直播的时候 你才会我们才会去看这个内容 那如果你没有要做直播 这个就不用管 好输出就是你的你的那个 好输出这边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录影要存在 存在哪里 就是你这个影片 在做桌面录影的时候 要存在哪个地方 之后要存在哪个地方 好那这个是格式 录影的格式 那一般我们都还是选MP4 或者是如果你的电脑比较先进 那个有新的编码系统 你可以选MKV 通常就选这两个 那MKV的话 他的档案会比较小 但是解析度会跟MP4应该是一样的 好 我们一般通用的还是选MP4的 所以大概是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输出位置要注意一下 那这边通常我们就不调 这串流就是你要直播的时候 你的影像的品质 所以你唯一要注意就是输出的地方在哪里 你要可以把它设定好 那看你要存在哪个地方你就去改 就去改 然后音效的地方这里也不用改 通常也不用改 那影像的地方 影像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的输出 你的解析度要多少 那1920×1080就是所谓的 那个1080P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1080P 你在YouTube上面的 上面选那个1080P就是这个画面 就是这个解析度 那我们现在录影呢 通常也是用这个解析度去处理就可以了 就会非常的清楚 好那其他的呢 其他我们就几乎都没有在管 所以设定里面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输出的档案 放在哪里 你自己要知道 然后你的影像输出的解析度 你要调多少 那所以他的内定值通常不需要调 然后他的那个输出的地方 会在你的你的那个user底下的video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的本 你的个人的文件底下的影片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本机底下会有一个影片 他会内定会存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换地方你固定都在录 然后固定要放某一个地方你再去改 所以基本上这边就都不用改 所以第一次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一下这个设定就好了 那之后不用再看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 各位老师可以 我们给各位一分钟 你看一下那个设定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上面已经有贴了 谢谢 谢谢洪老师 没有关系 那个好 那所以刚刚设定 大概各位稍微了解 一下了 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 这个主要的荧幕的来源 好那这个是 左下角这个地方就是控制你要抓 你要抓哪一个影像进来 输出格式 其实输出格式是这样子 就是MP4是通用的 MP4这种格式是通用的 所以最保险的就是你都选MP4 都是选MP4 那这个是可能你的 Windows里面的任何播放器 他都可以播放影像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选比较先进的MKV 如果你选的是比较先进的MKV的话 那他可能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你也许你的播放器 他会有可能没有办法播放这个档案 那就是因为你的播放器 可能没有安装MKV的那个解码 解码的那个 coding的那个编码器 解码器 好那所以我觉得最保险的 还是用MP4 MP4电脑一般播放器都能放 然后手机也都能放没问题 所以这个是给各位的建议 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入桌面 因为我们一般教学都在桌面 那所以你的电子书操作也是在电脑的桌面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地方 先把这个先全部清掉 好一开始呢这里可能是空的 空的你这里就没有东西 所以你会 入不到任何画面 入不到任何画面 好那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我们 我们这边的场景 其实你就不用管它 因为你是存 存入桌面而已 所以 最左边的场景就先不用管 那我们只要在这个来源 去选到你的桌面就好 那来源 怎么选桌面 这里可以按加号 这个加号按下去之后 好这个加号按下去之后呢 它会让你选你要抓什么东西进来 进来让你做录影的动作 好那我们 如果你是双荧幕的话 那个叫做显示器 显示器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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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你的双荧幕 双荧幕里面 然后你再去选说 我要第一个荧幕 还是第二个荧幕 那它也可以只选视窗 那它也可以选 你的那个webcam webcam应该是这一个 媒体来源 好 这个啦 视讯截取装置 这个是你的webcam 你的视讯镜头 然后它可以叠加 它的画面都可以做叠加 所以你就可以去选 选这样的东西 好那所以我们来加一个 显示器的截取 所以你加了显示器截取之后 一开始他请你输入一个名字 那我们这边因为只有录桌面 所以我就不用选 我直接按确定 好按了确定之后上面这里 你这里上面这里会出现一个 你要选哪一个显示器 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你这边就会看到 如果你有接两个显示器 这边就会出现两个 你就可以决定说我要录哪一个桌面 我要录哪一个桌面 我如果要录 这一个现在这个桌面 我就选1 因为这个是就是我的1号桌面 那我如果要录2号桌面 我就选2 我现在这个外接的荧幕是2 所以现在录的就是这一个桌面 录的是这一个桌面 好 好所以当你选好之后就直接按确定就好 好就直接选 直接选那个 你要录的那个画面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哇这里好像有那个无穷回圈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录自己的桌面 然后自己的桌面又显示自己的桌面 所以他就这样感觉有那无穷回圈 不用担心这不是坏掉 这正常的 好 那所以你就这边就选好你的桌面了 那请各位选好你的桌面 好感谢我们道香的这个资讯达人 宇翰有说 MKV跟MP4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 MKV在录影的时候 如果万一录影中断 好那MKV会保留你那中断之前的影像 可是那个MP4的格式呢 如果你录影中断 他整个会不见 好还没存档就整个会不见 好 好这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非常感谢我们宇翰老师 他在我离开道香借调教育处之后 在道香协助那个所有的资讯的相关工作 好 那所以你这边选好荧幕之后 接下来呢要选你的麦克风 对不对 好那原则上他一开始出现了这两个 第一个是你的麦克风输入 第二个就是电脑的声音的输出 所以如果你两个都要录的话 你就两个都要打开 好那但是呢要请你注意一下 他他会去抓预设的 就电脑里面的预设的输入跟输出 来当做这两个音轨 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的设备比较多 比如说你又装了那个 IP EVO他里面有内戴麦克风 他有内建麦克风 然后你的笔电又有一个麦克风 然后你又接了一个那个 那个德普森的电容麦克风 这样我就会有三个麦克风 所以有时候他自动抓会抓错 所以你还是要来看一下 那怎么看 请你点一下这个齿轮设定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属性 好请各位把那个属性给打开 好 属性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呢 就会出现你所有的麦克风 好所以你要录的是哪一个 你要从哪一个麦克风进去 要录他的声音你就要选对 好那那个外接电容式麦克风 会是USB的 USB的那个麦克风 那这个IP EVO就是那个 那个食物投影机内建的麦克风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电脑本身的 自带的麦克风 好那跟各位建议一下 你买笔电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稍微看一下他的麦克风 因为毕竟现在是往远去时代 那个如果你的笔电的麦克风 他是在通常会在那个镜头的旁边 如果他是只有一个洞的 那就是一般的麦克风 如果他有两个洞的 恭喜你 你这个麦克风 你的电脑可以有自动降噪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消除环境噪音 所以我会蛮建议你 那现在通常笔电 电竞笔电一定是阵列麦克风 就是两个洞以上的 好那但是一般的那种轻薄笔电 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 所以你还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通常如果他是那个两个洞的 你的录音品质其实就还不错 好其实就还不错了 那所以你就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买那个外接式的麦克风 那我会再讲慢一点 因为很多老师是心境的老师 那不晓得到这个地方 我们选麦克风的选项 各位已经跟到了没 还没到这里的 还没到这里的老师 请你在讯息列上面输入1 我们现在是在选麦克风的选项 然后你要选到你的麦克风 选到你要入哪一个麦克风 有两位老师 加油一下 我刚刚再讲一次 OBS打开之后 在这个地方是选你的输入麦克风 所以我们在属性这里 属性这里点进去 就可以选你的麦克风 那你的 如果笔电还有外接麦克风 那你就是可以去选 那如果你只有笔电 你只有一个麦克风 你没有外接其他的 那你也不用选 就是只有那个麦克风 好 那个 冯老师 我的音效只有麦克风 没有荧幕桌面的声音 荧幕桌面的声音 我现在没有播放声音 所以你是指这一个吗 还是指你在Meet的时候 你的桌面声音出不去给 出不去给学生这样 好 那个如果你是桌 这个是属于Meet的问题 好 那个这样子的 这个部分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你在Meet的时候 你在Meet的时候 你在分享桌面的时候 我先暂停一下 你在分享荧幕的时候 他的你按了那个分享荧幕之后 他会问你整个画面或者单个视窗 或者单一分页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你的电脑的声音出去给学生听得到 你要选最下面那个单一分页 单一分页 但是缺点是如果你是电脑的软体 你不是Clone的网页 那还是没有办法 那所以你这时候会要用另外的解决方案 另外的解决方案 另外的解决方案 比较通用的有两个 有两个 就是第一个是 比较简单的应该是说 你去买一个那个阿刚老师介绍的那个叫做 M8的那个叫做 就是一般直播组会用的那种音效的控制器 音效控制器 然后那个接上去之后 因为他可以把那个输出串到输入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 你这边电脑播的声音 学生那边都听得到 这是第一种用硬体花钱的选项 那个淘宝上面大概八九百块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只是我不喜欢那个声音 因为他的声音会比较扁平 他麦克风声音会比较扁平 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 你把你的电脑的那个喇叭打开 喇叭打开 然后你在播音的时候 用你的麦克风去收音 这样子就 就会收进你的声音 但是缺点是 缺点是你又讲话的时候 他就会有回音 因为你的讲话从麦克风进去 学生已经听到一遍了 然后透过你的电脑喇叭出来 他又听到一遍 所以这样就会造成回音的现象 那所以如果你是用这个解决方案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这个解决方案 你就不要在播放影片 有声音的东西的时候 同时在讲话 那这个各位可以试一下 这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蛮复杂的问题 好 好那个洪老师说OBS的音效只有上面那一条 那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 你的电脑的输入的音效就只有一个 只有你就是你只有 你没有外接的麦克风 所以你就不用选 就是如果你没有外接的麦克风 你就不用去选他 不用去选他 然后选了之后呢 如果你看到你讲话的时候 你讲话的时候这个声音会跑来跑去 那就表示这个输入是正常的 这输入是正常的 那 那 你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 他如果 颜色这个颜色会超过红色的范围 会超过红色范围表示呢 你的收音的状况会爆音 会爆音 那所以你就可以把 这一条 这个 这个拉拔往左边调 声音就会比较小声 声音就会比较小声 往右边调声音就会比较大声 那原则上就是让你的声音最大声就是 差不多到黄色这边 就可以了 品质就很好了 就很好了 好 好 所以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的电脑的声音也要录进去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 在播那个电脑的音效 那你音效也要录进去 那你就要来选这个地方 第二个音效 所以第二个音效在齿轮这边一样点进来 一样在属性这边选一下 那你就会发现你可能也有很多个 那个发出声音的喇叭 包括你的荧幕 包括你的笔电本身 还有包括你外接的电容式麦克风 它也是 它后面有一个那个音效孔 后面有一个那个耳机孔 它可以听到你自己讲话的声音 所以这个部分它也会有喇叭 那所以你要去选我现在是要从电脑 从那个电容麦克风串出来的 我自己听到我的声音的这个部分 那电脑的声音也会从这里出来 它都会串在同一个出来 所以你选这一个的话 你在录的时候也可以录到电脑的声音 好 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两个 一个是麦克风 一个是电脑 你就要去确定你 你要选到正确的 那电脑这一边你现在看都没有声音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用电脑播音嘛 所以你这时候你可以开一个 开一个比如说YouTube 好那 所以 所以你就去播那个播声音 然后播 播声音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你的 OBS 好有没有 这里声音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里就是你的那个电脑的输出的声音 电脑输出的声音 所以这样就可以确定说 确定你有选到正确的输出 好 那我们先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先休息十分钟 那 那个如果你是刚进来 还没有把OBS给装好的老师 就麻烦你赶快把它装一下 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这个正式的录影 正式的录影 好休息十分钟 我们现在是10点25 10点35继续上课 10点35继续上课 各位休息一下 那个网络的品质没有办法控制 低震过后总是会有一些奇怪的状况 那各位就忍耐一下 有时候断断续续它会很荡